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有人認識我嗎 有了有幾位 我以前在這邊很紅 後來轉到農糧署去 就比較少來上課 我以前也在改洋場 有機農業我也是推動了大概有20年 我從念研究所開始 就是開始推動有機農業 大概民國70幾年就開始 那當然有機農業改變很多 從現在友善一直改 那為什麼今天我來這邊講呢 各位看到今天講的是相關的規範 那有關於 實作、加工、栽培管理、技術面的東西 就是改洋場在負責的 那有關於法規面、推動面、輔導 這就是我們農洋署的業務 所以今天我就來跟各位講一講說 你們要申請有機加工室的一些相關規範 我相信你們的目標不在加工室 你們是希望到加工廠 對不對 那加工廠這個 這兩年已經有很大的突破 但是很可惜喔 林門一腳還沒有過喔 五月十幾號 我們的法已經從立法 我們已經從行政院 就是有機 農產加工室的這個 這個法已經從行政院送到立法院了 那我們希望立法院趕快排入他的審查的議程 希望在7月裡面能夠審查通過 但是 不沒關係 我想我們現在的立法委員 雜物很多 但是我們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出來 這個是有希望的 因為明年有一個很大的關口在 所以這個東西會出來 那所以如果各位 想要的話 再稍微等一下 那這個東西其實已經討論了一兩年 沒什麼大的改變 那這個的話是那個 5月27號的那個更生日報的一個 裡面的一個資料 那農委會要修法 納管農產品初級加工廠 其實你們去找這一個 大概我們今天講的東西全部都在裡面 很簡單喔 它就是 我們 從原來的加工廠 你在農地 申請加工室 要變成加工廠這一塊呢 以前加工廠還是由 那個 經濟部來管 要跟經濟部申請 那這個法通過以後呢 可以由農委會來管 那所以你們在農地裡面 申請加工室 可以 直接轉成小型加工廠 但是呢有受限 他還是跟一般的大型的加工廠不一樣 只有4個項目嘛 乾燥 粉碎 碾製 還有一個 什麼東西喔 4個嘛 培草嘛 只有這四行可以 所以真的要做到加工廠 還是要加工廠 但是在農地 你經過加工室的這個 同意認證拿到加工室的執照以後呢 你可以轉成加工廠這個也是一個突破這個在去年的12月20幾號通過了 農地 可以直接做成加工廠 但是他的法規還是要跟加工廠一樣就是比較嚴格一點喔 那當然 他後面有很多的背景我們等一下也許會聊到一些就是說 你不可能說 我們應該這樣講啦 幼稚園有幼稚園教的東西 國中小學有國中小學教的東西 大學有大學教的東西喔 你不能把那個 那個 國中小學的東西拿來研究所用 這樣很奇怪 所以他還是有一些限制但是最少 可以滿足我們在座 所謂大部分的叫做小農 初級加工 或是只有加工你自己的農產品喔 目前的法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啦 那那個 我這個是後來加的喔 因為是最近幾天才有的 那個資料其實上個月就送 那如果你們要找的話 那個上網去找一下 你只要打那個有機農法 初級加工廠 跑出來一堆 好 我其實這個資料也不是我的 這個 我們農糧署主管這個 有機的那個 初級加工廠的 這個 計劃 這個 項目的是 運銷加工組的有機科的科長 游巨人游科長 那這個是他在上課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法規裡面也有規定 未來 你們要做這個小型加工廠 還是有一些規範的包括你們要 上 40小時的課 考試通過 拿到證書 代表你們對基本的 衛生安全法規什麼都知道了 然後 才可以 給你發這個 小型加工廠的執照 這個檔案有給各位 你要用的話裡面都有 現在那個 政府那個公開法 什麼都是要公開的 這個也沒有什麼機密 機密通常也不會講 我們都會提供給你們 所以都有PDF給你們 那 從那個上個月開始 就開始做這個講習 那他先要培訓一些叫做 種子失資 就是說 改養廠 然後我們那個農糧署 我們都去上課 我們要去授訓 然後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他想要幫忙的就是說我們這個有機農產初級加工的這個 一元化管理支柱 等一下會講喔 一元化管理支柱是什麼 然後協助我們國內的這個農產初級加工的發展 提升農民的效益 所以他有各區農改廠跟打藥中心的專業人才的培訓的種子失資 那你們這幾天上的課大概就是改養廠的打藥中心 打藥中心未來 在這邊佔很大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他是連結 你們跟我們之間的一個橋樑 然後他上的課包括 就是 是很小 初級加工廠的一些管理技術就是我剛剛現在在講的東西 然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一樣我們 我們雖然跳過土地管理 跳過那個 工廠的一些 合法登記什麼的部分 但是食品安全的部分沒有放鬆 那個GHP那個部分還是要執行 為什麼 不管 是小農 不管是你是個人的 我們的最終產品都是要給消費者吃 所以那個衛生安全是沒有放鬆 所以那個 衛生安全的部分還是要講 然後食品兩行衛生規範 就是GHP 然後那個 食品的 包裝標示管理這些 那另外的話在加工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說 你有一些風險危害啊然後這個 他的一些管制點要做然後你要做這個乾燥培討 粉碎這些東西呢都有一些實力的介紹 那這個都是未來 這些種子的失知也就是說很快 你們就會 收到開這個課的一個資料他們就會開始來跟各位講 然後 你們要 完全來上課然後拿到那個40小時登記你們才能夠走到下一步 所以這個你們是一定要注意啊那個 應該我們相關的單位都會通知你們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講 就是分幾個部分一個是政策的背景 然後法規 然後我們所遭遇到的困難跟要推動的一些構想 然後 包括法規法規當然就是不行 一定有問題 因為以前沒有想到這麼多 所以法規要解套 那另外的話就是一些制度的建立 那各位來看看這一張 我們以前的這個農產品的 加工 其實農民 我們以前定義的農民只是做原料的提供 什麼原料呢生鮮的原料 我今天種地瓜 我給你地瓜 我今天種這個 種稻米我就給你稻米 其他的話像現在要開始收水稻的 水稻的烘乾免治儲存 運輸換賣 那個全部都是糧商的事情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 專業 就是說 我們的行銷通路沒有那麼發達 以前的話你一定要自己賣 有一個儲存的場所 然後 有販售行銷的通路 比如說那個 你要賣米的話 你首先你要收進來烘乾免治要儲存 儲存以後你還要 去脫殼 然後去 去 去草 就是說 草米變排米 然後還要包裝 包裝以後呢還要運送到販賣點 這個部分 對以前的 傳統的農民或是小農 是很難去做的 所以以前的分工就是 兩刀嘛 下面一個是農委會 一個是衛生福利部 也就是說 原料端提供是農委會管的 然後 後面的部分 包括那個 製造加工然後到販賣 是衛生福利部管的 然後牽扯到另外一個單位叫做內政部 他是管的是土地營造建築 那是裡面會差到一點 那主要是這兩個單位 那現在我們 沒有辦法這樣做為什麼 現在 宅配很方便 小型機械很多 幾十萬你就可以買個 烘乾機啊 黏製機啊 或是說 打包什麼都很容易 並沒有說很貴 因為以前那個東西的話 都是 動輒幾十萬百萬 對 我們的一般的 小農 來講是有困難 那現在的話 投入成本不高 第二個 我們的產品 慢慢的走向精緻化 我們的東西 小 沒 然後變化多 所以 慢慢的那些大廠 他的 那些 行銷的 他的一些 通路或是步驟 慢慢就跟不上 他就走傳統的 也就是說 他可能是走這個 便當店啊 或是走那個 量販店這一種 可是 我們的消費者 有一些消費意識 慢慢抬頭 比如說 我們在 有機的方面 環境友善的方面 我寧可 多 付一點錢 多付一點 投入 然後來 對我們的 生態環境 對我們的整個 生活能夠提升 那可是 我們要怎麼能夠 知道 我們所丟進去的這個東西 那個農民確實有沒有在做 所以後來才有所謂的驗證制度出來 比如說 我沒有辦法 單獨 一對一跟你面對面 當然也有這種 互相 那個信任的體制 但是屬於小的 那另外的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去 現場看 那所以呢 我 讓一個公正的第三者 就是驗證單位 來做一個驗證說 他的東西 的確 對我們的生態環境有益 對我們的安全健康有保障 他用的東西都是經過我們 審核認定核可的 好 那 這樣製作的 這樣栽培出來的東西 當然他的這個品質安全有保障 可是 他 上不了我們傳統的行銷大通路 我們講的大通路就是說 一次出去的話都是 一兩個卡車 一兩個貨櫃這種大通路 我們的小農可能一年生產的一個貨櫃都塞不滿 沒有辦法 可是這些東西又很好 所以 慢慢的就有小農 他就說 我可不可以自己加工自己賣 可以 那問題是 在過去的法規裡面 沒有辦法讓你這樣 自己加工自己賣 因為他牽涉到後面很多技術啊 人家訂這麼多東西也不是說 就是為了要限制你不能做 是因為你在整個加工的過程 你在整個保存運輸的過程他都有一些要注意的東西 並不是說 我的原料非常的好 送到 消費者的手上那個原料就是安全的 這個是沒有等號的關係 我的原料很好 可是我中間的加工過程運輸過程如果沒有做得好 送到他的手上 一樣會發霉啊 一樣會壞掉啊 他吃了一樣會拉肚子啊 所以 我們就要想辦法去把這個東西來克服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輪子串起來 農民 你的這個農產品 我們希望你是有 溯源的也就是說 你有有機農業 你有產銷履歷 你有那個 QR Code 這些東西我們追得到溯源 為什麼 你能夠贏過那些 量大量販售的就是因為 你的東西每一個步驟都經得起檢驗 都讓人家看得到 所以你的東西可以賣得比較好 比較貴 所以你要溯源 那第二個 我們剛剛講 還是要符合所有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提到一個就是初期加工廠有一個打樣中心 或是加工中心 那我們 花蓮改洋廠 花蓮區農會改洋廠 已經成立 而且是我們全國最早成立的打樣中心 因為本來 四年前我們在這邊的話我們就已經設立了這個 食品加工廠 這個 所以 轉型並不容易 什麼叫打樣中心呢 我有 農產品的原料 可是我沒有技術或是說 我不曉得要做什麼 那 我有一個想法或是不管我從 網路上我從別人那邊聽到 或是我今天去旅行看到人家這個東西還很不錯啊我東西可以做 那過去要怎麼辦 過去的話你要委託廠商代工 那廠商代工的話第一個 他只做你這個東西他滑不來所以他一個要求你一次要給我500公斤啊1000公斤量很大 第二個 他不是專業在幫你做這個他也是照他原來的做法 去改變 稍微調整一下什麼然後但是做出來都一定是差不多嘛為什麼 因為 他是專門負責加工他不是專門負責研究的 那所以 再來就是說 他的生產線要因為你來停下來很難 各位應該知道那個 那個米乖乖那個乖乖公司 乖乖公司 最近幾年很紅了乖乖公司本來快倒了那因為 台東的這個觀山農會 把他們的米拿去做米乖乖 然後 後來就開始很多乖乖的其他的產品出來 可是當初在談這個條件的時候他們也不願意啊 我這個 我這個配方什麼都是固定的 我的工人每天做都是例行 我今天為了要做你米乖乖我要把我的東西全部停掉 第二個我要把我裡面的東西全部清掉 各位應該知道要清機器是最難的 機器裡面很多美乖加工我今天要做這個明天做那個那個是最麻煩的 所以他並不願意 後來談了很久而且他一次 我聽他們講一次要2000箱 那個量很大所以各位有沒有辦法 你的東西可能做一次2000箱就沒有了 那只是打樣一次而已喔 他就說我進去 根據你的配方根據什麼 這樣一次做出來就是2000箱 所以沒有辦法 那改良廠跟各位幫忙的就是這個打樣中就是小的 他不收費用 或是可能著收一些工本費 其實就是很便宜 就政府在支出 然後他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機器 剛剛講的你要去委託乖乖做 一樣東西他只會做乖乖 你要做米餅你要去找那個旺旺先輩做 因為乖乖不會做旺旺先輩 那所以你很難去操作 可是在 改良廠的打樣中心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啦 他如果做不到他也會請 其他的我們現在目前有5個打樣中心嘛 然後包括農事 每個改良廠還是有一些 自己的專業啦 如果他這方面不行他可以委託別人做啦 所以 這個 以後個人要 大家好好利用 那 我做出來了以後 欸 大家試吃不錯一次做個一兩百包 噴噴的親家餅餅噴噴的這個試調很好 不錯 接下來是不是要量產 可是量產你又很怕 第一個 我原料有沒有那麼多 第二個我的消費族群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要試量產 我剛剛講乖乖一次就2000箱 那幾百萬的 不用改良廠的話一次可能20箱就可以了 所以他有一個加工廠 初級加工廠 就是跟各位做這個 小型的 少量的加工 當然成本會比較高 成本政府cover 你們當然要付一些 成本費工不會 但是絕對比外面便宜 因為人事費廠房費機器設備費什麼都是政府出的 好 我這次做個20箱 推出去賣 效果很好 大家供不應求強了 好 接下來下一步 我就要 自己做嘛對不對 那個 改良廠的加工廠不是在幫你做 做兩次他就不幫你做 因為他還有別人要服務 接下來我要自己做了 要自己做的話就開始進到我們所謂的加工室 那如果你加工室做得很好 一百萬會蓋上去 做幾年一遙 發生不夠用 我那個都不夠用 我就開始 再蓋 再蓋的話 你可能就要變成加工廠 那這個就是你這樣慢慢漸進 所以 有了這個打樣中心 有了加工廠以後 對各位的幫助很大 那在通路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事情 我們會協助你 不管是去希望廣場 不管去哪個地方 或是什麼 只要 我們有很多的展壽點 我們都會協助你 包括現在的新南巷 我們都有辦法 來協助你 那對消費者的部分我們剛剛講 瘦顏有保障 就是說你的產品 你的原料都是瘦顏過來的 都查得到 所以有保障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所有的這個檢查機制 跟一般的加工廠都完全 一樣 並沒有 偷水 沒有放水 所以這個 部分的話 對消費者也有保障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 行政院農委會管理我們的初級加工廠 從你的生產端一直到行銷端 也就是說你拿到我們的 小型加工廠的工廠登記證以後 可以直接到市場上去販賣 以前不行 因為你的加工室是沒有工廠登記證的 以後會給你們一個工廠登記證 那這樣的話 衛福部就退到後面變成是一個監督的角色 他還是會去抽喔 你不要說衛福部就不管你喔 他還是會去抽你的食品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農藥的問題有沒有那個 內容物有什麼不合法的還是會有 這個是政策背景喔我們大概是從 107年的時候那時候的 9月 有那個 107吧 107 有那個全國的第六次農業會議喔那時候全省 走透透喔裡面就 喔其實好像七八百項的東西喔裡面就有一項就是要建構農產品 增產到初級加工的預言化管理制度喔 那所以我們就把他列為我們的一個施政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重點喔 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我們剛剛有講 從事初級加工的農民 都是屬於比較小型的 檢疫的加工的這個 業態喔 這樣去取得工廠登記證是不划算的也沒有必要 就是說 我的東西 第一個我的種類多但是量少 我 每年可能開工個兩次三次 那我要去弄一個工廠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下去的話 那就是你 一定要有一定 因為你投入嘛 要繳很多的費用啊什麼 你一定要有相當的這個 那個 量產你才能夠划得來嘛 那另外一個 你申請工廠登記證就要繳稅喔 那就 我們農民賣的東西本來是免稅的 你進入到工廠登記的話就要繳稅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輔導各位 納入這個農產品的初級加工廠的管理喔 那有講喔 分級管理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只有切 加工廠的一部分喔剛剛講的四項喔 其他的我們還沒有不是說沒有是目前還沒有因為我們先試做 那四項比較單純然後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正面表 比如說列出來那些那些可以做那沒有列出來的可不可以做 目前不可以 以後的話可以慢慢加入 然後那個 GHP就是良好衛生規範 沒有降級喔這個跟完全工廠 登記是一樣的喔 那完善的管理體力就是說我們現在 農委會農糧署從頭管到尾然後提高市場 就我們一樣會給你一個工廠的登記這種字號 跟外面的 工廠登記生產出來的 製品加工廠生產出來的東西是一樣的 都沒有什麼差別 好 那我們來看那個法規的部分喔一個就是 廠房用地喔我剛剛講那非都市土地的話就是 這屬於內政部的啦那我們 管的是申請農地做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辦法 那這一個容許使用各位要申請加工是一定會用到 那這個的母法的話是92年的那個 農發條例農發條例以後定了一個那個 容許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辦法 可是這個以前喔 是不能做加工廠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在 去年的年底喔 有一個法例把它改過了 以後他就可以變加工廠所以 你們現在 已經是 加工室的 加工室 你要變成加工廠是現在就可以做的不用等到這個法規 在經過地老院通過 那你要等的是說我的加工室要限定變成農委會管的加工廠這個才要等如果你是要變成經濟部管的加工廠去年年底就可以開始做了 好那 工廠管理輔導辦法那當然這個是經濟部的 工廠的這個登記證 這個 也是一樣這個是工廠 輔導管理辦法經濟部管的 那另外一個那個農產品生產驗證管理辦法的修正草案 我們剛剛講已經送到立法院了目前還沒有過 那希望今年年底可以過 那食品安全的部分一樣 還是一樣原料端農藥安全管理法沒有變 然後食品的話衛生安全管理法沒有變 那這些 只是現在管理的人不一樣而已 以前的話 這個食品安全的話衛福部來管 那我們現在的話請衛福部會統由我們來管 只是差這樣而已 好那非都市土地的話反正這個是什麼 誰管的地呢就由誰來管我們只管農業用地 那其他 你按照不同編定的 建築啊 農牧林業這些 比如說你要在林地裡面蓋那個加工廠可以嗎不行 那你要在那個水把用地裡面蓋加工廠嗎不行 我們只管農地 那這些還是沒有開放 像那個生態保護區要蓋加工廠可以嗎不行 這個都跟以前一樣 只是說農地 可以開放而已 那 建築用地住宅 你如果是建築用地申請住宅 然後你要把它變成加工廠 目前還是不行 也不是我們管的 因為它是建築用地 那如果是農牧用地原來你申請的是農社 農社算在我們容許面積裡面 反正是40%容許面積裡面 所以假設 我原來這塊地 2分半我蓋了農社 那2分半的話是750坪 7428坪 大概300坪 如果你農社300坪那你就不用想 如果你農社只蓋100坪那你還有200坪 可以拿來蓋加工室 那你原來申請的是農社 你就說我現在要把它拿來做加工室 到未來的加工廠不行 跟你原來申請的墓地不一樣 農牧用地的農社這些 一樣不得做加工用途 就所謂的農社就是說 在那個 90幾年那時候農發條例改了以後可以申請農社那一塊 之前的叫做農社 那個農社原來舊的 可不可以還是不行那個叫農社他已經給你化做農社了 我應該這樣講 反正 你化成那個 你有被收那個 土地增值稅的 土地稅的那一塊都不行了那個已經 變成建地了 各位也許不知道你蓋的農社 你蓋了50坪那50坪叫建地那是要磕稅的那個 我們的農地是免稅的 你蓋了50坪的農 農社那個就要稅 所以他因為他是變成建地 那建築用地除了丁種建築以外 丁種建築本來就工業區在用所以他沒有關係他比較可以有一些廢水啊廢氣物什麼 他另外的法規去管 但是你在 比如說在都市區 在那個 什麼的那些建地 還是一樣 不能做那種有付廢水污水的這個 然後他的面積不能超過200坪 其實200坪 我相信 小型加工廠 200坪很大了 你超過200坪還要說你是小型加工 那個也很奇怪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辦法超過200坪 我想你應該走的是那個工廠登記證那一塊 那農地農用的部分包括容許 你還是可以做農糧加工室的這個部分是照原來的 好然後這個 第13條規定生產農地 運銷加工的這一些都還是一樣 照原來的那個容許使用來跑 那農糧產品加工室 他本來就是屬於那個農產運銷裡面我們本來就可以了啦 他有一些可以做的比如說 你要做資材室 資材室就叫資材室 他不是加工室 然後你要做那個叫做什麼 倉庫比如說我要放農機具的 那個又叫放農機具的 不是加工室 主要是說你所有偷頭的面積不能超過你 所有土地面積是40% 那個是沒有變的 你不能說 我這邊申請了一塊做那個資材室 我這邊申請了一塊什麼東西 然後每個都是申請40% 那你這樣申請三個就超過100% 那你整塊都是蓋滿了 沒有 全部是40% 那另外你要申請那個 小型加工室以前都說不能有廁所 其實現在已經有了 可以因為你還是要清潔嘛 這個不服人道 那以前你申請資材室 我要放整條的廁所要幹嘛 當然你說我有時候到那邊急 以前沒有想那麼多 以前就是 那個回歸自然就旁邊尿尿就好 資材室 農機加工室 加工室裡面要申請一個10平的廁所 還有那些豪華的農機 對不對 現在這個部分 有放寬一點 小型的 人家比較不會管 但是你說要弄一個很大很豪華的 那也是很奇怪 我知道很多人 現在都是卡在那個農舍 農舍旁邊申請一個 資材室農機室 在搶車的 搶車又要弄一個什麼廁所 好那你看他那個有講 包括你車輛的回轉空間 什麼這些他都有相關的規定 你弄大的車他比如說你那個農機有大有小嘛 你那個小牛這麼大台你蓋一個50坪的農機室 很奇怪就好 可是你有投空檔他是說你的那個 投影面積的好像是兩倍三倍有一個規定 所以 都有設置好的 好那你的架工室我當然我車輛要進去啊 我的那個 最少 我的產品來我車子要開去卸貨啊然後我的東西弄好要載出去啊這個 包括你的這個 迴轉空間啊 我剛講那個部署的衛生設備目前都是可以的 好那我們剛講 依這個 辦法就是 申請農業用地容許設施的審查辦法這個 他取得了農業 農地做農業設施使用的 你要按照原來的計劃的 審查的那個你申請的那個目標來使用 不可以把它變成住宅或是工廠或其他被農業使用 所以你已經申請的就不要動 你要找一塊新的地重新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 107年的12月23號 24號那時候已經通過了 核准工廠登記的農業設施不再實現 為什麼呢因為以前沒有這一條修正的時候 加工室就是加工室不能轉成加工廠 那後來去年的話就有多了這條彈書 經過核准所以還是要再送給我們審查一遍 當然不會說不行啦你只要符合相關法規一定會過 那本來就是要開錢就會過 所以我剛剛有強調說你如果現在就要 在農地裡面做加工廠 目前就已經完全可以了 根本就不用再經過這個 我們現在的這個 新的辦法 所以依照現行的規定農民依容許使用辦法取得合法使用的 農糧產品 加工室 可以依照工廠 管理輔導辦法辦理這個工廠登記 那可是 你不要說我上次申請了50坪然後我自己又偷偷蓋了10坪 然後現在要申請60坪 可以 把那個10坪拆掉再來 這個還是要照規定來 所以 最好就是 照規定是最沒有事情 你不照規定我們也不太可能準 現在公務人員很怕死 沒有辦法 好那另外什麼叫工廠 工廠的話就很麻煩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它就是一定的電力容量電熱能 就是說你用多少沒有台用多少的 鍋爐什麼 你超過那個東西就是工廠管理法要管的 那 以前即使你是很小的 然後 面積也不大 你只要你用的電用的熱超過的話 還是要歸工廠運升管理法 那後來就有修正以後 他有一個但書說 經過主管機關 允許的剛剛講那個特例的不在此限 那這樣的話你在農地上面就可以 可以做這個工廠的登記 因為以前的話這個東西只適用在建地 那農地是不行 目前這樣 是可以啦 好那廠房啊什麼這個我想大家應該都清楚啦 那工廠設立完成以後然後申請登記 這就是大家也是很討厭的 設立登記就是開始落水的時間 那因為你納歸經濟不管 好那我們剛剛有講到那個什麼叫做熱能 或是那個電能 那 製造業那個沒有問題 你就是做那個食品加工的那個部分就叫製造業 那有設廠標準的工廠 他的廠房面積超過50平方公尺以上 他的有一定的電力容量 他指他的電力容量熱能馬力這個合起來 到達2.25千瓦 我不是真壞了 不過聽他們講這個不是很大 好像放了兩輛三輛就超過了 所以 很容易就超過 那你的面積超過50平方公尺也很容易 所以 過去的話你 你要 逃掉那個面積跟這個熱力電力 然後不去設那個工廠 其實 不太容易因為一下子就會跳過了 好 那食品工廠還是要為依照這個食品工廠建築跟設備 設備廠的標準來做了 所以 有剛剛 這邊有講 107年的12月21號有修正這個第2條第1項的 有一個彈書 就是說 從事經農業主管機關 農業主管機關下面有農委會 就是從事經農業主管機關 登記之農產品初級加工廠 業務的 就可以 不要管上面那個 包括那個什麼 一個是電力的熱能的還有50平方公尺的 你的那個 小型加工室呢最多可以做到200平 那個50平就沒有關係 什麼叫農產品 就是各位生產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比較 需要 因為我們需要 我們的東西是進口的 如果 不是 國產的 如果你的東西是進口的 然後 拿 進口的農產品來 來 跟我們當地的小農 跟我們在地的農產品 競爭 這不是我們要的 這個是 屬於那種大的工廠 他要降低他的這個生產成本 我們希望的就是福祉我們在地的小農 小農認真生產的東西然後 做出來的好東西這些 能夠 讓 這些東西好的東西留下來給我們自己的國人來使用 所以 我們有規定說你 你這些 生產的東西要我剛剛講的要有 張Q也就是說 你要有追溯 包括你的產銷履歷有機都可以或是說 現在的那個生產履歷 那個QR Code都可以 所以他有講說你要有國產的溯源這些東西 為什麼因為 如果 我相信各位在座各位也不希望沒有這一條 因為如果沒有這一條的話 你鑑譜一下他也在你的旁邊申請了一個 加工廠 小心加工廠 結果他東西都是外國進口的 成本比你便宜 然後又全年無休因為他 可以進口很多 我們怎麼打得過他呢 所以我們要把它限制 比如說你要做商業行為的你去做商業行為的 我們這種小型的加工室呢 他的申請登記的條件程序啊還有法規 這些有效期限變更 都是由我們 農委會來管 也就是說 你如果以後申請了這個 小型加工廠呢 那你要申請的證照 然後包括查驗什麼 都是我們去管 就像我們現在 農糧署 所有的糧商是我們管的 糧商要申請 糧商執照的話 都是要跟我們管 要繳600塊的規備 就這樣 其他的我們就是偶爾去查驗 各位你們不能米不能隨便賣喔 那個 要 賣米 要有 那個糧商登記證就是要賣米的 米證喔 賣酒也一樣 賣酒也一樣 那當然你們賣鹿 什麼什麼鹿 那個不管 但是酒就不行 這個各位都很清楚啦 啊 以後你們這個工廠登記證的話就是 可以 你有工廠的號碼 就是你生產的加工品 就不難 對不對 那就是要規範要追蹤 好這個其實沒有很複雜 也沒有違反 也沒有為難各位但是就是要納管 那你自己要賣 我跟你講你自己偷偷賣擺著賣我都沒有管你 可是你一上到 貨架上去賣 我們 每個禮拜每個月都在抽 那我怎麼知道抽到誰 抽到你的發現你沒有糧商登記證 你就是違規就是罰款 所以你真的要上那個貨架去賣 你就是要有那個 那個糧商登記證 賣的人不是你 農民不用 是賣的人 我這間米家 我這一間 像家樂福啊 像那個 全聯啊 都要跟我們申請 賣的人要 但是你自己賣 有沒有 我不會特別去那個網路跟你搜查 但是有人檢舉我們就要查 我們不會那麼 拍心說我去網路上搜尋 誰誰誰在賣 然後把你採樣 那已經不合格嘛 那個小量的我們其實不太會管但是 我們不能排除有人檢舉 我們常常收到檢舉 那就 我們就還是要罰 請問一下 如果是我們台中每個都算在結束賣 然後是兩位都要經營 自己賣 糧商 是賣米那個人申請 所以 那個全聯 每一家全聯都要申請 是全聯要申請喔不是你們 跟當地的 改洋那個 那個農巷 不是啦你的東西在哪裡賣 那個賣的那個主體要申請 不是生產的人要申請 你的米我我的米 生產出來以後我交給他賣不是你要申請 是他要申請 賣的人要申請 他叫糧商你們叫農民我趕快 但是現在有卡到就是說 你又是農民又是糧商你自己要賣嘛 那我上了行銷通路去賣 那就有卡到這個問題 你如果上到全聯那是全聯的事 那你今天上到一個 雜貨店 可能就有問題雜貨店可能不能賣米 我不管你 我不管你 但是老人要給你抓包 你還是有問題 包括你的廣告 你的廣告有沒有 沒有你 只是在那個網路上 打一個廣告說我這個是什麼 經過什麼什麼認證有機 我們抓很多有機 他只是在廣告上寫有機而已 就一樣要抓有人檢舉我們就抓 只要你是公開給大眾知道 你在賣這個東西 你就是糧商 如果你偷偷私下賣或是說我就是 一對一啊你跟我很熟 我就是寄給你那個我們管不到 沒有關係啦 非固定性的沒有關係啦 但是 非固定性的我們就要去看你有沒有QR Code 有沒有那個產銷履歷啊 有沒有可以追溯 還要看你有沒有符合相關的標章 除了 賣米牽涉比較多 你那個米你給人家寫一等米 結果你驗出來是三等米 也是違規啊 所以 我們還是會查 但是那種 短時間的市集 通常沒那麼固定要去查你的東西啦 那 通常 所以跟隔壁要比較好的 通常都是隔壁去 去告密 我們說實話啦 現在我們的人員這麼少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人每天去接著 通常都是有人檢舉啦 那我們正常的都是去貨駕 我們每個 每個月都要去貨駕上面抽很多 我們 我們也只有一個抽驗人員 我們哪有一天到晚去那你交給你抽對不對 那一定是聽到消息嘛 啊你們就不要讓我們聽到消息 就是這樣 其他目前的話沒有特別規定 其實 我們小農的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生產 我沒有 黃豆好了 黃豆賣到市場上 要不要證照 不用 可是你賣到通路他都會跟你要求說你要有相關的證照或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不要去扛這個 今天假設是全聯 全聯他賣了一個東西 假設他賣了一包黃豆 然後黃豆裡面如果檢驗出 裡面有農藥殘留 找什麼人 今天有QR Code找你對不對 沒有QR Code找全聯 所以他不要啊我幹嘛冒這個險 所以你通通就有照規定來 你有工廠登記證你有QR Code你有產銷你去我給你賣 你沒有的 除非是他自己的那個農場 不然他不要擔這個危險因為 太容易出問題了 我到處去搜我下面可能有500個1000個農民一個兩個出問題我全聯的名譽就受損 第二個 我全聯一天到晚去賠這個就賠不完 所以他他們要求要這個是因為他們要自保 那規定裡面有沒有說一定要有什麼QR Code才能夠上市沒有 沒產銷利利照賣你去菜市場那些都沒有照賣 所以是可以賣只是他們有他們的考量 那我們做一些QA就是說 住宅農舍可不可以從市生產這個食品加工上架的通路 那你要從這個加工事業你的土地跟建築都要合法使用 那農舍的 當初申請就是叫農舍 所以不可以賣 啊可是 有蒙古地帶嘛對吧 我今天做的是觀光的那個休閒農舍 對吧 我是不是做一點民宿然後有人來我裡面擺一些東西 有沒有問題 你有問題沒有人檢舉就沒問題有人檢舉就有問題 喔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你不能說那個來住的人你給他賣賣賣賣然後 他賣回去拉肚子說喔那個人那個我去住那裡然後他賣給我農產品啊什麼賣米 那他這樣就有問題 如果他吃的很好啊那你跟他的事情我們不管 這樣就沒有清楚 就是說 你原來申請是什麼目的 你就只能做那個目的用啊你要夾帶什麼目的呢 不要出事就沒事出事就是事 就這樣很簡單 好那農業設施 農產農糧產品加工室可不可以申請工廠登記 可以啦現在 依據容許辦法 加工室可以啊 現在依據容許辦法33條 我剛剛不是說不可以 107年的12月23號就通過了嘛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就是農產 產業的價值鏈讓你從頭到尾現在就六極化產業嘛從生產一直到行銷嘛全部都可以嘛 所以我們認為可以但是 法規還沒有通過 法規目前還在立合演堂 還沒有通過 好那我們已經有 輔導說很多個合作社有取了這個工廠登記 不過這個叫工廠登記 不是小型加工廠 工廠登記從去年的12月27號開始以後就可以了 小型工廠現在各位再等一等 農業設施 農洋產品加工室容許15 要怎麼樣提出申請 一樣啦 這個 原來跟誰申請就跟誰申請 容許使用的主管機關是誰 主管機關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如果 100坪以下的工所可以合 100坪以上的送到縣政府 那這個 主管機關那他們 他們會找我們協同包括找我們找改洋場 農洋署或什麼大家去看 你這個東西 是不是第一個樹地嘛 第二個有沒有違規啊比如說 山坡地啊什麼有沒有超限啊什麼他會找人去看 那原則上只要樹地我們幾乎都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另外呢 公法人 鄉鎮公所可不可以設置加工廠的這個申請登記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看你當初設定的工廠 你那個設定的這個比如說你這個 農會 農會可不可以做加工廠可以 他當初有做 可以 可是 農會可不可以做殯葬業 可以 台東地區農會就做得拼拼叫 有申請就可以 有台東來的就知道嘛 所以要看你當初的工廠申請 申請的 各位一樣啦你們去升級 升級你們的那個什麼營業項目裡面 就有包山包海 有的人剩2個而已 其實錢都一樣啦 但是也不用全包啦 我們看各位在申請那個QR 有的人是剩20個 有的人剩200個 我想說你哪有可能從山上種到山下 這東西你都會種嘛 他就說 反正有的我全部抄啦 沒有必要啦 抄你有希望的就好了 以後也可以再改嘛 再補申請都可以嘛 我們那印出來 當然印他的品項又印了三頁 沒差別人的錢 是請問 問一下那個 賣你這個賣你的那個鎮 你說說過程 需要公司的位置 只要放過1000公斤 送服用的 我是說你在你家裡賣 就可以啊 可是你要賣我剛剛講那是兩個問題 你賣的這個行為有沒有違法沒有違法 可是我們就要去你家查你的標示違不違法 那你如果沒有標示你像傳統的米甲來的就是 裸包嘛就是 一包就一包那個我們就查不到 但是你來那 寫一個牌子說 我這是二等米 特級米 結果你的米是混雜的 包括你是從越南南進來混的 我沒有違法 有 所以 你在你家裡自己賣我們不會去你家裡查 但是 鎮定說 喔那個都為日本 有那個外面 現在靠的 你們來幫我們查 我們收到通知單 檢舉函 密件 我們就去你家查一查 去做DNA 他 你放多到 1000公斤是你販賣的場所 你後面當然可以放很多 那個 那個鴨炸骨茶油 目前不行 目前沒有 目前就是這四項 鴨炸骨茶油因為他 動到 破壞你原來的物理形態 物理狀況 我們目前初步只開放四項 以後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目前沒有 市場 abet súper 穿 農 農委會 也不需要擋那些大的方向 因為那個牽涉到一個專業技術 保存的技術還有你作業生產的環境 如果你有雜菌污染 那會失落的你知道嗎 那那個不好的菌 大腸桿菌什麼菌進來 吃了會死 你說我們農委會的長官敢動會掉 主委常常下台是沒有錯 但是他也不要因為這個下台 那現在不只說我如果在自己的農場 自己要到再來 我告訴你 沒有人減肌我不認識 有人減肌 我沒有人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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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目前我們不知道 羅平 因為我們是做的 雞龍塔 因為你有販賣行為 你如果說我送禮的 你比較稍微就這罐 老實在是你的事 但是你有販賣行為 他就是一個 就是對消費者 所以他的可能是牽法到消防法 或是什麼法 可能不是違反我們現在的工廠根據證的辦法 可能是那個 衛福部的衛生安全管理法 其實工廠法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說的是工廠 小型家工廠的法 適用的法不一樣 你可能違反的是衛福部的衛生安全管理法 一樣他有他的法則 我就不知道 你如果做的量夠多 我還是勸你這直接轉成加工廠 反正也可以用啊 現在你的農地加工室 直接可以轉成加工廠 不然你要做這種的就是 他危險性就比較高 不然你就再等等看 兩年三年以後有沒有人提出來再慢慢改 包括最近很多的苦茶藝 你們現在很多苦茶藝 我們也不敢開放啊 憲炸的不管 憲炸的我們叫做生鮮食品 甘蔗食 下什麼柳橙汁 那個不管 那個叫憲炸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你憲炸喔 但是不要讓人家錄影說你從裡面拿出來喔 我現在手機錄影很快喔 你在那邊憲炸我不管 我憲炸 如果擺在那邊沈墊 連家客人來的話 買一支 買一支 不開這樣子 這樣嗎 這個就有模糊地帶了齁 但是就是 對啦 不要出事情就好 你 我說實在 我今天炸了一堆人 沒辦法 你把它兵開拿著拿出來買 可以嗎 理論上當然可以 但是法規是死的 齁 今天法規是死的 你現在可以 你加工廚廠以後 我們沒有辦法 還是這樣炸出來 去那邊沈墊 不然你就馬材再倒一倒回去 再放下去 這個我跟你講 法規是死的 但是你們自己是想辦法 我不能講太多對不對 但是 想主要的時候 你的衛生安全一定要把持住 不能讓客人吃出問題 吃出問題都是很麻煩 那我剛剛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這個裡面都有很多的 模糊的地帶 各位不要常常去挑戰那個模糊的地帶 因為挑戰久了 夜路走多了 偶爾也會遇到鬼 對啦 最近那個賣臭豆腐的不是 食物中毒好幾個嗎 賣臭豆腐幾十年了對不對 還是有名的店不是嗎 他就可能一個過程出問題 那這個問題 如果今天出在我們農委會的話 我們署長就下台了 你們管的管成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敢 先執行一下 這幾個做了幾年都不錯 大家都很守規矩 再慢慢的很開放一些東西這樣 目前我們在試辦嘛 這個大家也要給我們一點空間跟時間 好了 現在我們講到的是說那個 到底公法人公所什麼這些可不可以 看你的當初申請的那個裡面有沒有這個項目 沒有你再去增加也可以啦 沒什麼就是有這個項目你就可以做 那衛生安全食品管理法一樣啦 我們剛剛講那個GHP沒有改 這個幾乎跟舊的是一樣的 農民的農產品初級加工廠 要符合食品良好衛生安全規範的標準 跟過去沒有什麼改變 我們剛剛講什麼東西可以妥協 什麼東西不能妥協 衛生安全不可以妥協 你們辛苦了啦 問題很多 問題都是在法規定地以後才會發生的 那我們剛開始定法規 為什麼我們叫試行自辦 因為有很多我們沒有考慮到沒想到的 像剛剛熱先生講的 你說那個苦茶油可不可以 目前的方法是不可以的 你說明年後年有沒有可能改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但是你現在可以走的路就是 你在農地裡面設了一個加工室 然後通過了加工室以後 你去跟那個 現政府申請加工廠 那他如果符合相關的法規 你的苦茶油加工廠就通過了 你就可以做苦茶油了 但是我們目前的這個小型加工室是不行的 我們的加工廠 小型簡易加工廠是沒有辦法容許這個 除了那四項以外 那剛剛講說 你有兩塊地 有一塊建地有一塊農地 你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對不起 他是政府的兩個機關在管的 跨部費 只有政務委員可以做這件事情 跨部費 兩個部長叫來說 這十塊是你們內政部 你們經紀部 內政部管的 這四十塊是你們農委會管的 可以讓開一個加工廠嗎 沒有辦法這樣做 那是以農業共同管理的建議嗎 一樣 剛剛講 對 剛剛講 那種老舊的農舍 那個叫農舍 那種 他還是叫建地 你不可以把那個東西拿來變成你的農地 所以你真的要做 我們當然就很多不太合理 不太合法 像剛剛有位先生講說 我一個蘋果 我把它榨汁以後 我蘋果拿來烘乾做成蘋果乾 然後我的蘋果汁可不可以賣 目前我們不行 在我們這個法規裡面不行 為什麼 我們的想法比較單純 因為工務人員的腦袋都是灌水泥的 裡面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為什麼 我們想的是你蘋果把它切片以後 拿去烘乾 誰知道你要把蘋果拿去榨汁 然後把那個蘋果汁跟蘋果分開 有沒有可能 可以 以後你們慢慢的去再提出建議 我們再慢慢改 但是我們目前的法規不行 我只能跟你這樣講 以後可不可以 我希望可以 問題是如果 什麼東西都包山包海了 這個法規就麻煩了 為什麼 那就跟 跟我們那個 經濟部管的工廠管理法 就已經重疊了 那到時候分不開就麻煩 他們也不會放 他現在就是說 你那個簡單的 我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放給你 那後面的我還是要管 為什麼 牽涉到這個 所以說 所有的農民 你那個苦茶友 本來可以抽一萬塊的稅 跑到這裡不用繳稅 經濟不肯不肯不肯 當然不要 那個稅收怎麼可以不見 所以 那個你又有風險 又有什麼東西在 因為你在炸油的過程 一定有相關的 比如說他的酸鹼值 他的那個探青架 什麼的東西 會不會變壞 會不會感染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就比較危險 所以你剛剛講那個很清楚 你的蘋果汁 他是一個液態的 很容易發酵 很容易腐敗的東西 農委會目前不敢管 因為那個會有問題 你的那個乾的東西 我今天生產了很多的這個地瓜 我就把它切一些 因為賣不出去 我先把它切一些烘乾 烘乾以後原則上脫水 就比較不會發霉的問題 對我們的保存是好的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這樣做 所以你那個方法 我們目前不鼓勵 你可以偷偷的做 我目前不鼓勵 好 那 蛤 我就說過六次了 你就不要讓人幫你減肥 不要讓人幫你抓就好 我怎麼 欸你們要知道 你們是小農 小農的東西 就那麼一點點 不是小農賣到美國賣到日本 全部大家都看得到你 還說你是小農 然後人家就在想說 有一家那個蛋廠有沒有 一天生產幾百萬的東西 還叫小農 他以前的規定就是這樣 他叫蛋農 這個法都會慢慢修 我們一開始是要幫助 小農 因為你們不容易取得工廠登記證 不符合經濟效益成本 不符什麼 你們現在都把它搞得這麼大 那一開始的源頭就不對了 不要這樣挑戰我們 好啦 那工廠 他剛剛你講那個 要符合工廠的話 就要符合建築法 什麼 就比我們現在麻煩多 我們的那個 檢疫的加工室或什麼 基礎大台就可以了 你要符合工廠管理法 你的 器材要多下 材材要多下 裡面要有什麼 防火設備 什麼設備都要有 所有的員工 都要每年要去健康檢查 為什麼大家不願意我們當然知道說 我幾年就做一桌子 我為什麼要弄得這麼複雜 對不對 對啊工廠要啊 我說工廠要 要那個 就去檢查一下就好了 我百塊高高的就有了 這個 這個是保障消費者的安全 我們今天講 如果你有法定傳染病 然後你還在做這樣東西 會傳染出去 所以我們說 我們在 GHP 也就是良好食品 安全規範那一塊 是沒有放寬的 我們是沒有放寬這一塊的 對於那個 衛生安全是沒有辦法 有講什麼 可以放的 好啦 所以下面講就是說 農民的加工廠的規模設施 你很難去達到工廠的登記 但是這個就是因為小 如果你今天每天都出一個貨櫃 你還跟我講你是小嗎 你就要做那個大的嘛 對不對 你說實在啦 比較多錢就你啦 乖乖啦 旺旺先輩 你跟他講他是小型加工廠 什麼人要相信 對不對 他就是做大了嘛 那你小的 我們當然是希望有可以幫忙你的 那目前的話我們就是雙軌並行 就是說 在現行的加工廠的登記之外 有另外一條路 由農業單位就是農委會發給各位 農產品初級加工廠的證明文件 也就是說你還是會有一個工廠登記編號 他等同於工廠登記文件 就是做到這樣而已 但是他受信就剛剛講的 那就是四行可以做而已 那但是一樣要合法喔 要申請容須指用喔 要什麼都是一樣要合我們的法 不是合經濟部的那個工廠管理法 那我們有提出一個單數就是說 啊這也是跟經濟部去喬的啦 就是說 啊因為我們要幫助國內的小農啊 農民所以我們就希望他用的原料 一定是國內自己生產的 可以追溯什麼 啊這樣我剛剛一開始也跟各位提到 這樣也是保障各位啊 因為 如果你同樣兩個在隔壁 啊一個是從國外進口的 他的原料比你便宜啊 你的成本就比他高你就不好賣啊 所以這是保障各位啦 不好意思我目前也還不知道欸 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會開很多的那個說明會跟討論 裡面的細節因為還沒有發生 到底百安之幾可以用外面的百安之幾 因為我這樣講好了我今天要做一個產品 可能裡面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分是我的 百分之五十我沒有生產我要跟別人買 這部分也要有溯源 但是那個比例是多少或怎麼樣 這個都要再談過 目前只是一個規範的母法出來 那執法細部的施行細則還要再談 我最後一章會跟你們講 那個從那個五月好像下個禮拜開始就開始辦一對說明會了 你們可以參加然後提出一些問題 好那 初級加工廠這個就是由農方納管 然後針對小農清農產銷班 小規模原料的這個國產原料的加工場所 由農業單位予以管理輔導 採證照的方式那 像違反食安法啦環保法啦什麼一樣還是可以停止 那我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針對小農清農產銷班小型 這都是小的少的 所以你們不要去挑戰那個多大 大到人家受不了就不行了 如果你小小的 我們反正沒有定義說多大就要大 多小就要小 但是你如果真的去你的廠房 那個廠房一看的話就五百倍 跟我講說這是小農的小型 簡易加工廠 自己都覺得說會下去嗎 就這樣嘛 我們也只能這樣講 你說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百分之四十的話你要蓋五百瓶有沒有可能 四五二十啊 我有兩千瓶我就可以蓋五百瓶啦對不對 有啊 以前有人蓋農舍 左邊一塊地 右邊一塊地 兩個蓋在一起就可以蓋 蓋很大 我還看過那個蓋天橋的齁 兩個也在一起 兄弟的 我只能說大家都太聰明了啦 那個初期農產品加工樣態正面表現 我剛才一直有強調齁 目前就是只有這四項 乾燥粉碎免治賠償 就是這四項 而且是採用正面表列 為什麼要正面表列 你就看那個政府在訂那個法規 他如果擔心控制不了 沒有辦法掌握的話 他就叫正面表列 就是我有列出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除了這十項可以做 其他的都不可以做 因為我怕你太過膨脹太過放大 如果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安全問題 比如說這個東西叫有毒的 我就列出來 這個有毒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這十項不能用 其他的剩下一百項一千項 隨便你用 那個就是安全的 所以可見為什麼我們要訂這個 因為 剛開始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 游科長他也會怕 他如果放得太大 他現在一下訂了五百項的話 單單去查證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你要知道嗎? 你們要申請那個 那個加工室的話 我們都要去看 然後看你生產的過程 你的原料什麼 如果那個項目太大的話 那並不是我們農委會的專業 你剛剛講的 等一下會講到那個水活性 那個我們其實不是很懂 我們是鐵筆的 就是我們是管行政法規跟推廣的 我們其實對那個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叫那些人去查 很難 所以當然有一點擔心 這個法規從哪裡來 就是從馬里蘭州的一個食品服務廠去講的 不過 應該說超的 就是差不多 他們一樣 我們都是最喜歡超美國的 不然就超日本的 我們有兩大來源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日本 如果比較先進一點 就超德國的 各位可以去看我們的法規 大概就是這幾個來源 我們絕對不會去超菲律賓的 也不會去超印尼的 你不用擔心 一定都是超這幾個國家 然後他們也是這樣弄嘛 他們還更嚴格 一年內營運最多兩次喔 開機器可以開兩次而已 這有可能啊 水到就這樣啊 一年只做兩次啊 對不對 他們的生產條件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可能一年二收 就剩下兩次啊 你也可以跟我說啊 我開兩次 我開到今天結算 超一禮拜再開一次 開到年底 這樣算兩次來一次 對啊 我說大家都這麼聰明 有什麼好怕的 對不對 但是人家是這樣寫的 然後一樣啊 要合法證明啊 什麼什麼 都是跟我們今天講的 差不多 他有想到一些比較學理的 我相信 這可能是食品科學的 有潛在性的什麼餡料 然後 什麼水活性啊 然後那個pH啊 什麼他這個就比較嚴格 他們可能是屬於比較那個 食品部門訂出來的 我們就沒有這麼簡單 為什麼我們現在都很簡單 就是 我們只有 什麼發酵的也不做啦 然後那個 那個 再製的也不做 就是說我 把原料再把它弄成什麼 讓它做成餅乾什麼 那個我們都不做 我們就做最前面的原料端 為什麼呢 它包括這些啦 潛在危害食品的定義是什麼 有傳染性 毒性的微生物 然後可以快速的成長 或是有肉毒感菌生長 或是有那個蛋殼 外面有會有這種 腸道的沙門氏菌 這種東西 那這種東西的話 它屬於另外一種專業 所以我們通常 我應該說以後也許可以 也許農委會會成立一個 叫做什麼 食品加工廠衛生福利科 或什麼 專門來做這些 但是以目前是沒有辦法 我們的專業不在這裡 包括以前改洋廠也不做食品加工 如果各位也知道的話 改洋廠在20年前不做食品加工 食品加工室的話 是大概 10年前我們設的 那時候我在這裡 食品加工廠隔壁那間 食品加工廠是我蓋的 所以以前改洋廠沒有食品加工這一塊 但是我們也跟著時代慢慢引進 慢慢的有一些改變 但是這種東西 通常都是民間走得比政府快 一定是這樣 我們是 我剛剛講 工人員的腦袋都是灌水泥的 然後就是水活性小的 那就是很乾的 很乾代表它比較不會有發霉 或是長菌的危險 在美國可以 在台灣可不可以 不一定 美國很乾燥台灣不行 所以我們沒有用這個 我們用的就是乾燥而已 那這個跨部會 剛剛有人講到跨部會 你那個地 有一半是屬於內政部的 一半是屬於那個農委會的 然後能不能把它和平在一起 不行 因為跨部會的話要 你們知道那個政務委員是幹嘛嗎 政務委員的話就是 跨部會就是要靠政務委員來做 政務委員叫什麼 就是因為他等同部長 所以他才叫得動兩個不同的單位 所以我們想的很簡單 這個都是我的地 一邊是那個內政部管的 一邊是那個農委管的 沒有辦法 那跟食品工廠的區隔 我們剛剛其實大概都有談過了 那你們只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目前 已經可以在我們的農地 申請容需使用 容許使用變成加工室以後 直接跳過那個 內政部那塊去申請那個 所謂的加工廠 目前是OK的 那如果我在我的農地 申請加工室 這個加工室要變成我們的加工廠 就是我們的小型的簡易的加工廠 初級加工廠 這個法規已經送出去了 還沒準 所以請各位再等一等 查家 你看你要目前很急走加工廠 很大走加工廠 如果不急又不大 你就再等一等 如果 不急又不大 然後又覺得都可以 就用加工室先緊在用 也可以 申請加工室裡面有很多 好 但是 那我們 點盤 沒有 搞得 叫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原来的东西要合法规 要合法 不合法的话 我们去看第一个就是叫你拆 因为不合法的东西 我们如果让你过的话 就是涂利 然后就是违反什么公务人员 什么什么法 大概没有人会这样做 所以 你们如果要申请 第一个最简单的 宿地 没有东西的 而且那个用地符合的 你的加工厂已经去20名 咕咕咕 那些信念也没得及 这个最简单 因为我们只要看到宿地一定过 如果你已经有的东西 拍摄爱妙 还要去查你过去的东西 通常大家都会加盖 咋要有的不的 一定不会过 那你自己聪明一点 乖乖都用得好 清清的就好 这台证明的 这就是 他有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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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结作是 听说 一台词官员之类的 联业是 然后再查费 我要问我 这样子 那未来 假设 我要撑起 这个农场 叫做 因为现在还没有 合法规法通过 他说我现在带了之后 是不是许可都合格的 也 假设你也申请 你农场设施的 温网室 那未来我们会 会不会 是不是要开准 温网室是哪一种 你的温网室 如果是生产型的 简易型温网室 或是那个 加强型的温网室 它是属于生产设施 它不叫容许使用 那一种 但是 那我要讲 每个县市政府的认定不一样 有的县市政府 像 宜兰县的话 打地基 没看 他认为可以 花园县打地基 就不算 他就要建造 那就算 所以看每个县市政府 那 我们刚刚讲 最后就是算 total40% 温网室 简易温网室不算 但是 加强型的 我不敢讲 因为每个县市政府 标准不一 因为财量权 这是地方自治法 赋予他们的政治财量权 所以我说 要看你生产对财量权 我以前在宜兰 我在南洋粉厂 这样分台湾六年 宜兰县政府 打地基 然后把它埋进去 没看 不算 不用建造 花园县政府 打地基 白了 要建造 算 先说现在还要有放宽一点 但是 县长最大 就因为他是民权 他有这个权利 因为我们的法规没有规定的那么严 他有的放有的就没有放 结果我就不知道 所以未来这个地方是农阳署 反合组是很简单的 我们农阳署定了一个大的法规在那边 然后西部的办法 审查的办法 他们去解释 因为每个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法就授予地方县市政府 有去解释那个的权益 他可以严一点也可以松一点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强制 因为你们的申请容许使用药 县政府同意以后才会送给我们 他如果不同意你就送不到我家 那我就看不到 我即使同意也没有用啊 所以我现在申请 你到底在哪 花园厂 花园厂 他努力一点 听说有犯宽了 我只要听说有犯宽 呵呵呵呵呵 但我这房子疑难了 所以说一句说 一样我是用一下讲词 或者是分析 早就等 对吧 你说有那个陈迹说 那那些人是 好几个月了 那些地方 我就说这个他合体下来 夜灾的阶段 才能申请 那个 下工厂 那这个部分才能够回到 现在是什么 我们会合并计算 就是说 你有三个案子同时在跑 第一个案子过了 没撤过 第二个案子过了 两个加起来没撤过 第三个案子要送进去 我们会把那个资料调出来 一加超过 不用送 你可以同时申请 但是我们在申请你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会去调你的土地的使用 容许的面积 加一加超过40% 你第三个案子就不用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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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官房事业还在法庭 现在两个是加强区的案子 因为你加强区的案子 你又要付出 要往平台来的 因为他有建造啊 这个部分就要看 就要看县府 这个还有的谈 因为这个法还没有过 以前县府 有没有把它认做 因为其他的县市政府 可能没有把它认做是设施 他们如果要帮你的话 就是说 他就喊一个文给农阳署说 这个东西是否可行 请君署事下 我们就会去弄法规 跟他讲说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他就放给你 如果他说不行不行 他就挡掉 他连我们都不会发给我们 但是这个我们能不能去 跟他讲什么 不行 因为这个地方自治法是他们的 不是我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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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 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法 假设心灵灵地通过以后 在试行的时候 一定还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他接下来的话 他就会开始办一些说明会 你们可以提意见 因为说实在 整个农委会 也有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那个油菌的油客帐 你想说他多厉害 他也是 他也不是专业 他也不是自己从事 所以他刚刚考那个难题 给我说要果汁分开 我也怕得到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可以吗 可以啊 理论上说得通 但是目前没想到 好 申请资格 要有那个农产品溯源的 然后自然人 然后农业用地 现行的 容许办法取得的 农粮产品加工室 200平方公尺以下 这个是规定 然后还是一样 那四个可以做 干燥 本税 免治 赔炒 然后有产销履历 有油漆加工的 这些 然后 要通过这个评估小组 以后会有组一个评估小组 做审查 然后 我们发给你的文件呢 就等同于工厂登记的文件 然后资讯公开 然后可以溯源追踪 那一样 那采证照管理 比如说你违反相关的证照 我们就撤照 废止你的这个证明 然后一样 正面表列我刚刚讲的 那另外的话这些 刚刚有讲 目前没有加入的 压榨萃取 刚刚讲的 苦柴油没有 没有 腌制没有 发酵没有 包瓜 截切都没有 生鲜蔬果处理也没有 其他 洗选包装 蒸熟 烘焙 油炸 调味的骨饼 通通没有 所以你要想 政府的态度还是很保守的 目前就是说 先找最没有问题 最安全的先做 那如果大家都很守规矩 都很合作的话 也许一两年就会放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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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目前就只能做到这样 那现行的压榨萃取 炸油炸汁等 然后腌制 量造发酵 这些大众农产品加工 因为他的加工的风险比较大 卫生主管机关 就是卫福部 他不肯放手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 我刚刚讲那个收税是一回事 其实他是要 保护消费者的安全 这个东西太容易出问题了 出问题的话 卫福部的部长就要下台 所以他不要 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 还是靠大家一起努力 慢慢的 我们如果都做得很好 慢慢就会发酵 会放宽一点放宽一点这样 那这个是刚刚那个不同的工厂 那农委会其实管的很前面 就是农民那一块小小的 小规模的食品加工厂 有切到尾巴 其他的小规模食品加工厂 还是属于卫福部那边管的 我们只有切到一点点而已 那这个是刚刚那个水活性啊 PH啊什么的 那农委会做什么 农委会管法制作业 宣导说明示范推广 这些我们都已经在做了 包括今天已经在宣导说明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示范推广就是会开一些成功的案例给各位看 这些都会有 然后那个改洋厂跟学校做什么 训练规划 训练就是像今天这一种 食肢养成 刚刚我们讲大概要培养 好像200个吧 全国有200个那个 那个种子食肢 那这个就是改洋厂跟学校做的 地方政府呢 受理申请 你要的这个容许使用啊 现场查核 然后审核发照 这个都是县政府在做的地方政府 如果100坪以下的话是公所就可以了 卫福部的话 现在就变成协同办理了 在这个我们这种解析加工室 小型加工厂的这个部分呢 初级加工品 卫福部就站在协同的部分 他就不主管了 好 那所以呢 目前第一个 场域管理还有什么要做 农产品初级加工厂的管理办法要出来 然后加工技术养成我一开始有讲的 农产品加值打样中心 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咨询行销拓展 农产加工整合服务中心 这个中心已经成立了 那好像年初成立了 各位可以去在那个 农 农粮署那边 那后面好像有电话 你们可以看 就你们完全不懂我就问他 我其实也只有懂一半而已 这个法到目前通过到现在 还在审议中 那也才一个月不到 5月27号才过 那所以我们都还没有完全去受完訓 只是说大概了解 我所知道 因为这个法从前年就开始在讲 那那时候叫做那个草案 那草案大概也没有变很多 所以大概基本的原则是 是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里面还是有一些修正 那目前的打样中心有农事所 台中台南高雄花莲台东地区 有六个那个改样厂 就是5加1 农事所比较比较厉害 因为他是中央级的 那还是一样 干燥 粉碎 炼制 培草 四个可以帮各位做这个打样的这个工作 那各位可以好好的利用 那改样厂这边我觉得 服务的很好 那农民透过这个打样技术的咨询 打样设备的使用 然后打样技术的一个操作指导 然后可以达到说 第一个你加工制程的建立 就是我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做 我要烘5分钟 烘10分钟 或是我要把它切成怎样的碎 怎样磨成怎样的粉 都可以透过打样中心 因为他可以帮你试 我要做成怎么样的配方 我都可以他可以帮你试 那第二个就是 你要建立一些品管的指标 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做出来 我的水分干燥要到哪里 我的水泼性要到哪里 PH要到哪里 他也可以帮你建立一个指标 那这些东西都要符合 卫生的这个安全标准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成品就成了一半 这是打样中心的服务流程 好 那我刚刚讲 农产品加工整合服务中心 目前是设在那个 南投中心新出的 中台湾 中台湾创新园区 什么时候都有这个园区 不太清楚 你们刚刚不知道 有知道吗 就原来的中心新春 嗯 好 今年的4月20号才起用而已 你们可以透过那个专线去问 我觉得直接问游科长就好了 他最清楚 然后 协助小农做这些事情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事情 就是他的目标了 好 然后这些没有关系 好 对不起了 加工加质 赚大钱 不得听 我们其实一开始并不是想到这么多 我就是说 要让农民 小农 自己生产的东西 然后能够自己加工 一贯化的作业 因为 要委托别人做的很贵 又不方便 尤其我们花冬的农民的体验最深 他们常常要做个 要去做那个茶包而已 现在比较厉害的立体茶包 一次就要500斤 然后寄到对方 然后就还不一定要帮你做 要寄到台中哪里 然后还要排 所以很不方便 所以希望说可以自己做 但是又牵扯到 我们的用地不符 设备不符 什么 所以目前 我们就希望说 你的产品 是溯源的 有去做 然后有打量中心 帮你去做一些产品的一些 试用 然后整合中心可以帮你商品化 然后就变成一个那个 初级加工厂 那你可以量产 那如果 你做的都很好 很好 然后自己卖的 自己生产的都不够卖的 赶快还要再买别人的来做的话 那就麻烦你升级做工厂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不要说 我现在盖200瓶都不高啊 我现在要盖500瓶 还是要用那个 那个 初级加工厂 不要 你要盖在500瓶 你就直接升级做工厂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规模了 那你就走那个工厂的路 好 要跟谁申请 主要原料为和 主要原料 所以我刚才在说 就是 它占多少百安比 我现在不知道 你的可以溯源的产品 有多少百安比 最少我想 糖一定不够 然后盐一定没有办法 现在这个东西能溯源吗 糖可以 有机糖 有没有有机盐 不知道 然后这个 农产 生产验证管理法的十七条 第一项规定 就是要这些 溯源农产品 验证农产品 有机农产品 转型起的也可以 就全部要能够溯源 这个是当初 跟卫福部谈条件的时候谈的 就是跟你交换 这些东西是因为我照顾小农 所以 他们量不会很多 不会把你卫福部的饼都抢走了 你就让我做这一块 卫福部才会同意 因为你一开放的话 我们就等同卫福部在做事情 所以他不要 然后 农产品初期加工厂所产品 要符合卫生安全条件 那个GHP 就是良好卫生安全规判 那个通通没有改 那个跟那个施安法的规定是一样的 谁可以申请 就是 农民团体不可以申请 但是农民都可以申请 那这个 违规的工厂可不可以申请 就 违规在两 那个两个字在前面就不可以申请 你把违规拿掉 那个都可以申请 刚刚讲的加工室 违规加工室 不可以申请 合法的加工室可以申请 本来是违规的 你把那个违规的部分拿掉 你就可以来申请 但是要合法本来就有申请 所以只要合法都可以申请 农民 以前来讲就是有参加农保的 然后现在不一定 只要人家能够证明你是农民 包括现在有那个石庚人证明 什么什么证明 你只要能够拿到证明 我们都承认你叫农民 就叫你父亲来申请就好了 就叫你父亲来申请就好了 就用你爸爸的名字申请就好 那你还是可以拿到石庚证明啊 你的你父亲的地 然后你去耕作 然后改行厂 跟我们跟县政府去看你里面证明 就拿到石庚证明啊 一样可以啊 一定要有证明 公务人员原则上是看东西做事情的 不能用讲的 因为用讲的 我以后不知道怎么办 嗯 有租约就可以啊 贩售事实啊 你有买农药买肥料 然后你有共同运销 你有拍卖市场的 你怎么会有农药买肥料 你后土地后那个 因为我们不是出悬去做农 出悬去做农 长到地域做农药买肥料 那你现在就去申请石庚证明 实际耕作 等一下跟那个林郑木问 石庚证明跟农改厂申请 然后他就找我们找县政府去看 你 老师会有得到农药辅助 还不算农药吗 不算 因为农药辅助是那个大放送 所有的跟农有关系的都可以送 那个 100 多少 现在 108年 104年 104年办过 105年办过一次 现在又办了一次 农药辅助 我说到障碍补助 那你不算 障碍补助是看地 不是看人 对 障碍补助 所以我跟你讲10更人 不然就是委托更 委托更重 证明书 如果你的地是合法的 有的人不肯签就是这么麻烦 有的人就是地你用 或是租金我收 但他就是不签 不签你就用10更人 如果你能拿到委托书 拿到租约证明书 证明这块地是你租来用 那都可以过 很简单现在很多方法可以过 这个等一下问阿牧 这个是那个改洋厂负责的 好 違规工厂不得申请登记 然后 终于讲到结尾 对不对差不多 农舍 或是住宅可不可以申请 刚刚讲 只要你一开始就是农舍 一开始就是住宅 就是不行 然后 农产品出席加工厂 可不可申请工厂登记证 可以 我们刚刚讲可以 最高级就是到工厂登记证 那所以是可以的 好 结语 加工厂不是万灵丹 还是品质最重要 那建立品牌区隔 那你不然你做出来东西 还是会走不出去 这个 这个是那个 游科长写的 那我要讲的不是这个了 这个一样 有这个各位如果有空 还是回去再来 那更生日报大概 5月24号左右吧 我今天引了两篇都是更生的 第一篇就是讲到我们整个 我们这个 那个加工厂的 那个 整个精神啊 然后需要注意的什么 其实那一章就讲完了 那另外 另外这一个就是讲说 你有金农业促进法正式啟动以后 大家还是要靠自己 他只是帮你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 你要好好的去卖你的东西 你要好好的去加持你的东西 那个东西还是一样 还是要靠自己 政府只是把路开出来 那你自己不去走这条路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就明明已经 以前都没路的时候 大家都要发 都没一条路 让我们走 现在给你开一条30米的 你也不怕 你就要走旁边一条 刚才就过来 都要走旁边一条 我们也是在努力 这个大家大路先走走看 可以通 我们再把旁边的路再弄出来 不要 大路已经开给你了 大路都不走 然后还走那个 那个 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 我们只能说 政府很多东西是要看 我们要想的东西很多 其实有一点 在防范为人 就是说我们通常会有一种考虑 就是说我这个法规 所以放到这样以后 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个才是我们担心的 因为 农民是这些 后面有更大一群是叫消费者 一样都是要照顾的 所以 卫生安全不能放 然后那个 农地使用不能放 然后什么不能放 都是这样的考虑 所以你们会觉得说 这个法规 好像也是帮手帮小 因为他的确有一些 没有办法一下子克服的障碍 你要想 从没有到有 其实已经 已经跨过很多不可能了 那各位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改编的时候 是叫跨部会 不是说我今天 我去找谁谈一谈就好 那个是要把两个部 三个部叫过来谈 每一个单位都有很多的复杂的问题 所以没有那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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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